今天呢我们去实现一下我们首页内容部分 就是我们下边的一个卡片式图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先把我们之前写的这个内容 我们先放开 我们先给它去循环100个数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可以滚动页面 可以发现我们的导航栏是不动的 但是我们的一个table跟着我们去滚动上去了 现在我们需要它不滚动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其实滚动区域只是说从我们第一个内容 一直到我们的tubebar上面 只滚动这一个区域 那我们的选项卡呢 是要停留在我们的一面中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删掉 我们来注意点 然后我们需要去实现一个 score 然后呢 把我们的内容我们放在这里 我们去使用一个scoreVal 然后我们是让它一个垂直的滚动 开启 然后把我们的内容放到这里面来 我们在使用scoreVal的时候呢 我们最好外面呢 再有一个负元素 去包裹我们需要滚动的一些元素 因为这样呢 会避免我们出现一些滚动不了 或者一些样式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去写一下我们的一些样式 我们样式怎么写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一个script 我们给它收起来 我们首先需要我们加一个配置 配置是什么呢 配置是我们一个整个的页面 我们给它一个百分之百的高度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display flags 然后啊 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我们给它改成一个home 我们去给它 再去加上一个display flags 然后呢 我们来一个竖像排列 让我们的内容可以垂直的去排列 最后呢 让我们的flags 给它一个1 我们给它加一个红色的边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是不是可以充满我们的整个页面 那可以看到我们一个红色的边框呢 正好占据了我们一个页面的一个高度 那么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滚动的 然后我们只需要呢 给我们的score 我们去给它加一些样式 在我们的home下面 有一个score的元素 然后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flags 41 然后我们加个boxCZ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overflow header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呢 我们的页面是已经不能滚动了 不能滚动之后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给我们的score wheel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高度 因为它的高度是整体称开的嘛 所以我们就要list score 我们给它去加一些样式 我们让它的宽度呢 是一个百分之百 然后呢 我们让它的内容 给它一个flags 然后让它是一个垂直排列的一个元素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的内容就可以正常的去滚动了 这就达成了我们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滚动啊 这部分的内容去把它做成一个组件呢 我们在这里去试一下 我们首先呢 我们去新建一个组件 组件呢 我们就叫list score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同名目录 然后创建一下 把我们这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给它拷贝过来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去给它加一个slot 我们加一个插槽 让我们的内容可以插入到我们的score里面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这些样式啊 我们给它剪切过去 我们在这里呢 去给它声明一个sus 我们格式画下代码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是一个滚动的组件 然后我们直接在这里呢 我们去引用一下 把它删掉 然后呢 我们使用list score 然后去添加我们的一个内容 will 然后为缸for item 应个100 去写上我们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atom 内容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去改一下 我们写错了 然后我们来刷新下一面 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内容是可以正常滚动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啊 去实现我们的一个卡片 卡片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同样呢 我们先去声明一个组件 我们需要在组件里面去循环我们的一个列表卡片 我们叫card 然后呢 去编写我们的一个list card的一个内容 我们在这里呢 右键 我们新建一个组件 组件的名字就是我们的list card 然后创建一个通名目录 然后我们写上一个卡片 卡片石图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做一个循环 我们循环5个吧 然后我们再 保存一下 然后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渲染了5个卡片石图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去循环我们的一个内容 我们先来实现一个基础的卡片石图 回到我们的list card里面 然后我们在这里 我们去给它一个最外层的元素 我们叫list card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卡片 我们的基础卡片呢 首先我们最左侧呢 我们会有一个class 我们叫list card 我们不要中间的横线 list card 我们刚一个image 那我们左侧会有一个图片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去引一个图片进来 我们用一个logo 然后呢 我们的mode 我们去给它指定一个 aspect fill的一个模式 就是它会完全填充我们的一个图片 然后呢 下面给我们评级的是一个 我们的list card的content 是我们的一个内容 在我们的图片右侧呢 是我们的一个内容 内容到最上面啊 我们会有一个list card的 什么呢 是一个我们的文章标题 我们叫content 我们刚刚title 我们给它一个title 比如说这里我们叫做 uniapp 开发框架 这是我们的一个标题 然后我们的标题下面呢 我们是一个描述 我们给它一个类名 叫list card content 然后我们是一个 des 是我们的一个箱情 一个箱情描述 然后我们写一个uniapp 这样的话啊 我们实现了我们一个基础卡片的一个简单的布局 让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内容啊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啊 就是很丑就对了 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加样式吗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啊 去把我们的样式我们去实现一下 首先呢啊 我们在我们的style上面 我们同样的去申明一个sus 现在呢啊 我们先去把我们一个卡片的感觉 我们给写出来 首先list card 我们最外层 首先我们去给它一个卡片的样式 啊 我们首先啊 第一步 我们先加一个displayflags的一个布局 然后呢啊 我们去给它加一个padding padding是上下左右 我们全给10 然后我们一个margin也是10啊 上下左右也是一个10 同时呢啊 我们给它一个border values 我们给它一个5px吧 然后呢 我们一个bossshadow啊 我们的一个阴影啊 这里要去添加一个卡片的阴影啊 我们用00 然后来一个5px模糊效果 我们要一个1px的扩散值 然后我们RGBA 我们这里使用一个color 我们就是000 我们的alpha值呢 我们给它改成0.1 同时啊 让我们box setting 是一个border box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卡片啊 卡片的感觉我们就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样式呢 被挤到我们的屏幕外面了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index 我们这一个home 应该是在我们的home这里啊 最外层 其实我们给它加一个hourflow head 我们去一处隐藏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内容啊 就正常了 但是我们里面的内容 还是有问题的啊 我们一步一步实现 先把我们的一个图片的大小 我们给它搞定 我们的图片呢啊 回到我们的list head 我们的图片呢啊 是这一个 这一个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去指定一个大小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宽度啊 我们是60px 那么高度呢啊 我们也去指定一个60px 然后我们加一个border border radius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5px 之后呢啊 我们让它的hourflow 然后给它一个head 让我们的图片呢啊 潮出的部分去给它隐藏 同时呢啊 我们需要给我们下面的image 我们去给它设置一个宽高 这样的话 我们的图片才能够正常的去显示啊 我们来保存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内容呢啊 就已经显示正常了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图片啊 没有显示出来 没有显示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去改一下我们的一个路径啊 我们改成一个绝对路径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的图片就正常的去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们注意看这个地方啊 我们的绝对路径是从static 下面开始的 而我们刚才的一个相对路径呢 啊 我们注意看 我们是从pages 下面开始的 那么我们这边少打了一层啊 是因为我们的hx可能有问题 所以我们直接输出的一个logo的一个图片呢 它是给我们少了一层 我们再去给它加上一层 这样的话 我们图片应该也是可以正常显示的啊 我们把它删掉就行 然后接下来呢啊 我们去实现我们下边的一个内容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list card content 啊 我们怎么去实现呢 啊 我们在这个位置啊 去写一下它的样式 第一步呢啊 我们同样的去给它一个flex布局 然后呢 我们让它的布局啊 有一个垂直的啊 方向 我们让它排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紧挨着我们左边图片 我们肯定不希望这样 我们希望它左边呢 有一点距离 那么就加上一个padingleft 多少合适呢啊 我们能给它一个10px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来一个宽度啊 宽度100% 既然我们如果这里宽度用100%呢啊 我们上面的图片可能就会被挤压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图片就被挤压 挤压之后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flex shake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0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正常的去显示我们的图片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文字 还是不大对 我们去调整一下 我们文字的一个大小颜色什么的啊 我们去调整谁呢啊 我们首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 lista cut content的一个tattle 那我们给它写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给它一个font size 我们让它14px 然后color呢 我们是一个0333 然后我们让我们的字体啊 加粗一些啊 我们不老的 同时呢啊 我们给它一个1.2的一个航高 然后来看一下效果啊 我们把我们的上面的字体啊 我们稍微给它改的细一点啊 稍微一点粗 我们给它改成一个400 然后我们的下面希望啊 最左边啊 我们会有一个标签啊 右面是我们的一个浏览人数 我们这里呢啊 就需要去改一下啊 我们怎么去改呢啊 我们首先我们在uniapp这里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元素啊 这个元素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标签 标签 比如说我们是属于前端的分类 还是我们后端的一个分类啊 我们要去显示这么一个标签啊 首先我们先去给它写上我们的类名 我们叫list card 然后-content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双下滑线 然后我们写一个des-label 这里呢比如说我们叫前端 然后下面呢啊我们去实现一个我们的浏览人数 还是list card的啊 content的 然后我们两个双下滑线 des然后我们-browe这是我们的一个浏览人数 比如说我们有120人浏览啊 我们写在这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在没有样式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啊 我们需要前端跟120人浏览呢 我们在一行显示 那么我们就在下面直接去写上我们的样式啊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啊 list card啊 啊我们把我们的这样式直接复制下来吧啊 list card的des 啊 我们给它一个display flags 然后呢啊 我们然后我们希望它呢啊 左右两边我们去对齐 然后我们给它指定一个字体大小 我们这是12px啊 保存一下 然后呢我们去实现一下label啊 我们的label我们复制下来 label怎么去写呢 我们的label啊 首先我们是给它一个啊 display flags 让我们的label呢去横向排列 然后我们label下面呢 我们应该会有一个 有一个我们的啊 label item 然后是我们的内容 把它呢啊 我们给它拿下来继续去写我们的样式啊 啊我们在这里去给它写上一个padding 啊我们希望padding上下 我们给它个0左右呢啊 我们给它一个5px 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margin rate OK 也是5px 给它一个圆角 我们的圆角呢稍微啊大一点啊 我们给它一个15px 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border border1px 然后我们使用什么颜色呢啊 我们使用$mk base color 然后给它一个实心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label的一个样式 最后再把我们的一个啊 浏览人数的样式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下 啊在这里浏览人数呢啊 简单的我们给它一个颜色就行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999的颜色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一个航高 航高呢啊 我们给它一个1.5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一个内容的一个样式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这边啊 也简压到一起了 我们需要让它的距离呢啊 稍微大一点 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内容里 找到我们的list card content 在这里呢 我们同样的去给它加一个垂直啊 垂直我们需要一个 让我们有个space 然后需要这么一个样式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内容呢啊 上下一个对齐 然后看到我们label的颜色啊 不大对 我们再调整一下我们label的一个颜色啊 在这里我们去给它加一个color color呢 应该跟我们这个边线的颜色是一样的啊 我们给它复制过来啊 我们保存一下啊 这样呢 就是我们一个基础卡片的内容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一个文字 这个内容呢啊 如果两行的话 我们会显示点点点啊 会有一个文字一处隐藏 就是在我们文字较多的时候啊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啊 uniaf框架啊 我们多复制一些内容 这样的话 它肯定就超出两行了 我们希望在两行的时候呢啊 我们就去显示一个点点点 那么我们去把这个样式 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样式呢啊 给它放到我们的一个test的标签里面 然后再去实现我们一个tattle的一个一处隐藏 啊 我们在这里直接去写我们test的样式 我们的一处隐藏怎么写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一个内容呢 overflow hidden 我们先让它去有一个隐藏啊 就一出一出之后 我们让它隐藏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textoverflow 啊 ellipse 然后我们再给它写一个display 然后我们写一个杠啊 webkit 杠box 然后呢 是一个 web 啊 webkit 杠 啊 lend clamp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2 啊 最后呢 啊 就是我们需要使用一个 啊 box alright 这样的话 就可以去实现我们的一个文字 溢出隐藏显示省略号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没有生效啊 我们看一下是啊 我们这里拼错了一个单词 然后回到我们的样式啊 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呢 啊 溢出隐藏 然后我们就成功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卡片的实现